其实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把它做筛选 做书纽分析表 那列标签跟它的业绩 其实也可以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大概改几个地方 我把它做标注一下 其实改完之后 它也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不过相对起来这个难度是比较高 但是它其实还蛮方便的 因为如果你会经常用到书纽分析表 那可以在上一层楼的话 可以把书纽分析表再变成VBA 那也就是以后 你根本不需要每次都还要再做一次 手动的方式产生书纽分析表 它也可以自动产生书纽分析表 然后自动去做分割的部分 细节部分我想 如果有些地方假如你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 分割的方法其实就两行 那跑个回圈 看你有几个业务人员 它就自动全部帮你做分割资料